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期视频分享一则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的最新消息 那么这一则消息呢已经在欧美引起了轩然大波 舆论界一片哗然 现在啊有很多欧美的政治领导人物都是纷纷站出来 要求白俄罗斯俄罗斯必须要做出解释 因为他们没有料到白俄罗斯俄罗斯老毛子竟然玩了这一出 戏弄了欧盟和美国 所以美国强烈要求俄罗斯白俄罗斯立即放人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5月23号晚上 有一架欧盟的客机从希腊出发前往立陶宛 就是俄罗斯旁边的一个小国家 一个东欧小国 那么在途经白俄罗斯领空的途中呢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么这个电话那头呢 告知机组人员说这个飞机里面疑似有一些爆炸物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要求飞机立马掉头 破奖明斯克的机场 而且呢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森科也是 竟然派出了一架米格29战斗机前来 所谓的护航 就是打着这个护航的名义 其实就是迫降 要求你这个客机立即 迫降明斯克的机场 然后迫降以后呢 顺利迫降白俄罗斯以后 竟然抓走了这个飞机上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反对派的领袖 颜色革命的领袖 普罗塔谢维奇 那么现在美国拜登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都是表示白俄 俄罗斯必须立即释放普罗塔谢维奇 美国强烈谴责迫降世界 白宫正在与立陶宛欧盟讨论如何解决这个世界 那么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弗德莱恩认为 这件事完全不可以接受 白俄罗斯将为这一粗暴且非法的行为付出代价 欧洲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那么法德呢 也是强调 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 白俄罗斯必须要做出解释 而且必须要立即释放这个反对派的领袖 给世界一个完美的满意的交代 那么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来 这个斯拉夫民族啊 白俄罗斯也好 还是俄罗斯也好啊 做事真的非常非常的粗暴简单啊 可以说是粗眼的 不计后果的 当然呢 也能反映普京大帝真的是说一不二啊 叫你三根死 你就必须死 真的是非常非常果敢啊 有的时候 这个中国领导人其实也应该学习一下 必须要果敢 对不对 对蔡英文民进党啊 那些绿营人士必须果敢 那么这件事肯定是白俄罗斯跟俄罗斯共同策划的 而且这个完全就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组谋的 因为很明显嘛 你从这个希腊出发肯定是这个情报已经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格鲁乌获知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希腊和俄罗斯的关系其实在欧盟国家里面算是蛮好的 因为都是东正教嘛 而且俄罗斯也是积极帮助希腊来平衡 围堵这个土耳其的 所以说希腊一直以来都是跟俄罗斯老毛子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反对派的领袖他在希腊登基以后呢 他的相关的登基资料和个人资料一定是马上进到了希腊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然后呢顺其自然的就进到了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格鲁乌的手里 所以俄罗斯就通知白俄罗斯总统 对不对 你不是认认为这个人是眼中钉吗 是积极策动白俄罗斯人民啊 搞一个颜色革命来推翻我卢卡森科的统治吗 所以机会来了赶紧把这个人逮捕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出戏啊说明俄罗斯老毛子真的是啊做事真的是简单粗暴啊 当然了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一贯风格 这个鲁卡森科其实到底他是不是独裁者还是其他的开明的领导人 反正我也不想多说了呃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领导方式啊 而且呃白俄罗斯其实一直以来经济不好寡头横行啊呃也就是那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的他领导肯定啊肯定是白俄罗斯人民也是受不了了 但是这一次这个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发起的这个颜色革命要求卢卡森科下台的这个颜色革命很明显就是西方欧美策动的 呃就说卢卡森科和这个欧美都不是好鸟啊卢卡森科已经连续执政二三十年了 你想想看从苏联解体以后白俄罗斯获得独立以后 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一直以来都是卢卡森科啊 啊你可见这个人领导也就那么回事 那么欧美呢也不是什么好鸟 因为他这个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卢卡森科这个手法跟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和格鲁杰亚发生的天鹅绒革命还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都是如出一辙的 就是利用一些群体性的世界利用一些群众对这个执政的政府不满啊 特别是这个执政的领导人长期执政然后呢经济萎靡不振 所以人民对政府不满所以把这个这个不满的无限的放大 然后加上国内的一些亲美的公知自由派的公知反对派的渲染添油加速 所以群众纷纷上街游警要求卢卡森科下台 所以这个手法应该是一模一样的难怪这个西方领导人是感到非常非常愤怒的啊 我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的东欧的一些反对派的领袖啊 啊 我出钱出力 出资金 对吧 我来培养这些人 渗透到这个俄罗斯附近或者是白俄罗斯俄罗斯国内 然后借机来操纵一些颜色革命 所以难怪这个西方国家现在真的是怒不可遏啊 竟然派出这个战斗机 破详了一架欧盟的客机啊 所以后面后面那个欧洲也是肯定会生气的啊 不仅仅是这个美国生气 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呃 肯定是件好事嘛 啊 因为我聊的任何视频其实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啊 前段时间我一直以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会缓和 因为美国已经宣布 呃 放弃了这个北溪二号 参加北溪二号项目的德国公司的 这个制裁 就说这个项目可以通过了 我美国已经开绿灯了 俄罗斯可以把他的天然气卖给这个德国 不需要经过乌克兰 直接从波罗的海卖给德国啊 一方面的可以缓和这个俄美关系也可以缓和俄德关系借机来拉拢欧洲 没有想到俄罗斯老毛子今天玩了这一首 直接就是让这个俄美关系血上加霜啊 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所以说中国真的是这个天佑中华啊 那些公知那些基金格吹嘘的联俄 抗中 怎么回事啊 啊 川建国上台已经多少年了 而且已经下台了啊 马上拜登 估计也要一年了啊 你联俄抗中有没有可能实现了 不可能实现了 俄罗斯跟美国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啊 再加上这个普京大帝 呃 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些比较粗暴的行动啊 当然了他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导致了其实美国也是不不大可能跟俄罗斯主动来 呃 缓和关系的 呃 所以 普京大帝的这个做事行为啊 他其实真的跟中国领导人不一样啊 跟 哪怕那个俄罗斯普通老百姓都跟中国老百姓不一样 对吧 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多自媒体去俄罗斯旅游的 然后读过很多俄罗斯看呃 这个文学 还有看过俄罗斯电影的人都知道 俄罗斯这个民族啊 真的 做事真的是说一不啊 啊 非常的这个男子汉 而且是有仇必报的 对不对 所以啊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欣赏俄罗斯民族这个血性 他真的有当时 当年中国汉唐时候的血性 当然了中国已经经过这么多年几千年的演变啊 他的民族性格其实已经开始发生的转变了 中国现在很多时候啊 还是一个不主动攻击人家 呃 就是一个人家打我 我就要回击啊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 有的时候中国确实要学习 见解一下人家俄罗斯人民 俄罗斯民族是怎么做事的 先把这个事做了 果断的做了 不要记后果 啊 然后再看人家的反应 然后再借机行事 对不对 你看普京大帝干了多少这样的事啊 欧洲拿他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普京大帝认为你这个记者啊 报道了一些呃 不应该被世人吃到的事 拿这个啊 金属 重金属 把这个记者给啊 毒 对不对 还有这个反对派拉瓦尔尼也是一样的嘛 啊 在他的内裤里面放一些 这个毒药嘛 所以这些手法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格格勃的这个间谍的手法 啊 呃 所以我这期视频呢 其实重点不是在这个批评俄罗斯老毛子的这种 粗暴的行为 呃 主要是想说呢 俄罗斯和美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缓和 这个俄美关系了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好事 呃 那么视频最后再来花几分钟时间来呃 呃 解释一下这个普京大帝的这个强硬的领导人的性格 导致俄美关系不能缓和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地缘政治上俄罗斯和欧美也是绝对不可能缓和关系的 就是说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白俄罗斯倒向 欧美的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地图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非常非常靠近的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其实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而且距离是中间是一码平川的都是平原 就说如果白俄罗斯倒向有一天倒向北约加入欧盟 那么对于俄罗斯绝对是不可以承受的这个承受之重 你想想看 北约的这个导弹一下之间就可以推到莫斯科的这个前线了 就说梦寐以求的时刻已经到了 这个欧美军队已经濒临沉下了 二战时候俄罗斯老毛子都不愿意纳粹德国打到莫斯科 你就想想看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恢复元气了 他更不允许欧美的势力进到俄罗斯的旁边 我旁边我在睡觉岂能容别人酣睡 别人打呼噜 影响到我 而且白俄罗斯倒向欧美的话 加入欧元区的话 一定是永远都永远都回不来了 俄罗斯一定会永远失去这个白俄罗斯这个旗子 就像失去乌克兰一样 那么乌克兰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其实都是一个祖宗 俄罗斯不仅已经失去了这个斯拉夫民族的发源地 而且失去了很多地缘政治的重要的地区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已经决定了 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白俄罗斯倒向西方的 所以难怪这么多年俄罗斯用重金也好 用天然气去贿赂这些白俄罗斯的领导人 要求卢卡森科搞一个白俄合并 当然卢卡森科也是非常鸡贼的 他这么多年也是几乎没有结果的 但是他还是在这个欧美之间 还有这个俄罗斯之间呢 还是比较偏向俄罗斯的 所以经过这一期视频的这个闲聊啊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欧美的关系 几乎在短中期内是不可以缓和的 因为从普京大帝的性格和地缘政治的需求 都决定了是不可能缓和的 那么中国就幸运了 可以用俄罗斯白俄罗斯牵制美国欧美 把他的兵力一部分分散到东欧来跟俄罗斯 白俄罗斯抗衡 然后中国呢就可以集中力量 办自己的大事 对不对 统一台湾啊 或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 就去干嘛 干就完了嘛 无后顾之忧嘛 有俄罗斯老毛子在东欧 这个分散美国的这个兵力 有伊朗兄弟在中东 分散以色列和美国的兵力 那么中国可想而知下一步干什么 对吧 中国领导人应该都知道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